6月21日英国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发声明说 该杂志2020年2月曾发表声明 称COVID-19可能源自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说法为阴谋论 现在发现当时签署那份声明的主要科学家之一 美国研究员彼得·达萨克没有按照规定披露竞争性利益关系 达萨克是美国非盈利组织生态健康联盟的主席 也是世卫组织派往中国调查病毒来源的外国专家之一 生态健康联盟从美国联邦政府领取的预算中 至少170万美元是专款用于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新冠病毒研究 达萨克自己也和武汉病毒所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石正丽合作多年 去年2月份刘叶刀曾发表一份27名科学家的联署声明 声称中共病毒可能源于实验室泄漏是一谋论并表示强烈谴责 这份声明成为中共病毒流行早期所谓的科学共识 使有关病毒是否源自实验室的讨论成为了禁区 法国媒体披露这份声明的主要策划和指比人就是达萨克 他当时还特别要求几名科学家不要参与联署 害怕他们和武汉病毒所的关系被外界发现 联署的其他科学家中至少还有6人在生态健康联盟工作 或从该联盟获得资金 在《柳叶刀》杂志21号的更新声明发表之后 达萨克被从杂志的新冠病毒委员会除名 退出了委员会有关病毒起源的调查工作 美国生物科技公司副总裁淮海英博士表示 中共管控言论掩盖真相 所谓的权威科学家却在缺乏证据的早期下结论 只是个政治表态却误导了全世界的抗疫方向 那一部分原因是中共的收买和渗透 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说他自己就是傲慢偏金 他盲目的左倾或者政治正确 6月初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格兰姆 抨击柳叶刀2月份的这份声明是科学界的耻辱 法国媒体讽刺柳叶刀自然科学之类的科学期刊 在病毒溯源上成了北京有用的白痴 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医学与公共卫生学院教授 彼得罗夫斯基向美国之音表示 很多质疑病毒来源的论文都被这些期刊的编辑拒绝 甚至不送去审议 因为他们经费中不断增加的部分来自北京 他们希望安抚中共 彼得罗夫斯基和其他一些科学家指责 这些主要科学期刊并不依据科学挑选发表论文 而主要是基于政治或其他理由做出决定 现在是时候调查他们在病毒大流行中所起的坏作用了 新唐人记者陈汉 李明飞 中原 采访报道 尤其他记者陈汉,林健派,曾经国立在大幅上